我們看第13題 它說一個紀念碑的高是20公尺 在距離碑頂X公尺的地方 它的水平截面的邊長是4分之X 正三角形 是求這座碑的體積 因為它是水平切過去 切到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底面也是一個正三角形 所以這個底面是正三角形的一個錐體 那我們現在怎麼做 我們假設這個底面積的面積 我們小的叫A0 在A0我們可以算 怎麼算 就是說 這個底面的邊長我叫A 我們知道什麼 就是說 這個小的三角錐 跟這個大的三角錐 它是相似的 兩個 這個幾何形狀相似的 它限量是乘比例的 也就是說 它的高 這個小錐體的高 這個小錐體的邊長 是4分之X 比上 這個底面積的邊長 叫A0 那這樣我A0就可以算出來 A0等於4分之20 所以是5公尺 那這樣A0我就可以算出來 A0多少 A0是 那個正三角形面積的公式 是2分之更號3A平方 這個等於多少 是2分之更號3 P平方 A的話是5的平方 所以是2分之更號3 25更號3 25更號3 這底面積 A0是等於2分之25 跟號3 好 底面積算出來以後 我們現在 怎麼算這個體積呢 我就給它切片 體積是多少 我從上面算下來 上面算下來 這個面積我叫A A乘以那個Dx Dx A從0算到20 0到20 但是問題A等於多少 A的話 跟A0的話 他跟那個限量的平方長成正0 A除以A0 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它的邊長 4分之1 除以X R除以它的邊長 邊長的A A是5 的平方 的平方 跟線量的平方長成正0 面積跟線量的平方長成0 面積跟線量的平方長成0 這個 這個就是 5是20 4百分之X平方 把它帶進來 所以A的話 這是等於4百分之A0 S平方 這是一個常數 好 那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4百分之A0 然後0到20 然後X平方積分 所以這個等於4百分之1 那A0是2分之25 更好3 好 那X平方積分是3z X3 0到20 所以這裡大概20 那這個就是8千 所以這樣等於多少呢 等於就是 8百分之25 跟到3 那再乘以3分之1 再乘以2 20的3次方 就8 後面3個0 那這個跌掉 那這個的話 8 8的話就是10 所以是等於3分之250 250跟到3 所以是3分之250跟到3 那你也可以帶這個公式 V的話是等於3分之1 柱體的體積HA0 這3分之1 H H現在是20 A0 A0的話是2分之25 跟到3 算出來答案也是一樣的 這是10 所以是3分之250 跟到3